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投資網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我是李關心 台北股市今天下跌了190點 跌的真的是非常的一個慘烈 大概你能想到的 股票不管大型股小型股呢 中型股 它有跌都可以跌到了 今天漲的股票非常非常的少 但是我們跟大家講 我今天標題下叫什麼 最壞的時刻 你說你怎麼知道 最壞時刻就是今天 其實我不知道 我先跟大家講 我不會知道 最壞時刻就是今天 但是我告訴你 有一個這個 我喜歡講的成語 叫做雖不中 亦不願矣 雖然說 最壞時刻不見的是今天 但是呢說真的 差別不大了 為什麼 禮拜 禮拜五嘛 美國時間 美國時間的禮拜 禮拜 台灣時間的禮拜六 就我們的禮拜五 5月10日開始 現在每個人在那邊猜 會不會就忽然撤銷 不辭行這個加稅了 我告訴你 你不用猜了 對不對 不會撤銷的 不會撤銷的機會 高達了90%以上 為什麼 文都出去了啊 你要把文收回來 那麼簡單嗎 對不對 昨天跟前天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那個 這個紙本的文件在網路上在傳 有人說那造假的 不是造假的 昨天 我跟朋友吃飯 他是在做網路設備的 他是在網路設備的 他說現在他們在出貨啊 這個呢有 關係到那個10%那部分的出貨 都希望廠商呢 這個船開快一點 但是船有可能開快一點嗎 不可能啊 對不對 所以怎麼辦 你知道嗎 那些船啊 還沒有來得及在5月10日之前 就是5月10日凌晨 凌晨0.00之前開進美國的 現在起了一個增值 到底這個關稅怎麼辦 那送去的人說 你是你開太慢啊對不對 你開太慢 這關稅你要付啊 現在光的15%這部分啊 已經卡到他 弄得不可開銷 那另外呢 其他部分他們怎麼樣 去搶空運 對不對 現在空運聽說是排到爆滿了 因為再怎麼樣 空運會花的錢 再怎麼樣 也比關稅多那5% 還要多很多 對不對 少很多啦 這樣少很多 所以呢 你說5月10日時期是真的假的 我告訴你是真的 對不對 也不用瞎猜了 那今天的台股 也是反映出來了 當然 川普這個人喜怒無常 他可能在今天晚上就發一個推特 他跟你講說 哎呀 看到劉鶴 老朋友啊 offland 對不對 那怎麼樣 這個 大家開開心心啊 對不對 喝紅酒啊 92年的這個紅酒拿出來喝喝的好爽哦 這難講哦 但是我告訴你 你先不把這些考慮在內 我們回到我們的這個電腦的畫面 投資朋友 都跌啦 都說真的都跌了 沒有不跌的 都跌了好不好 這些都跌了好不好 包括連台積大力光 我相信今天很多法人在停損大力光 都跌了 對不對 更不用講 這些本來財報就很差的合索 今天還沒有繼續跌呢 今天事實上還有一點下影線 對不對 其他的這些我們點 我們被我們點過名的股票 還在跌啊 景碩啊 對不對 我不知道利空在哪裡的GIS 我不知道為什麼利空就每天跌就對了嘛 對不對 5264啊 凱聖啊 都跟你講過了 所以我認為最壞時刻 不過就是最近而已嘛 那最壞時刻要怎麼辦 我告訴你 其實我今天告訴我的會員 事實上也不只告訴我的會員 我在我的 LINE生活圈裡面告訴大家 我說這個時候 你就會看出什麼樣的股票 它真的是有它的價值在 不瞞你說 我昨天跟大家講 對不對 我說1216的統一 昨天很神奇 對不對 開了79塊 代表什麼 代表可以買啊 今天剛好消息出來了 股價往下開 本來我還不想買的 它股價往下開 我們就叫會員去買進了 到收盤大概小賺了多少 大概小賺了0.6、0.7元 不重要 對不對 我們不是要賺那麼一點點錢的 那給你賺就好了 對不對 但是我昨天已經先前跟你講過了 這家公司是我們的老朋友啊 而且我也跟大家講 我台南人 你要知道羅智仙以前住在哪裡 我是跟我們爸說的 我們以前住在公路啊 公路我們那個巷子啊 巷子有一個 巷子有一個那個 最前面有一家 有一戶比較這個 有一戶比較大戶的 他住在那裡 那是羅家 羅智仙他家 我簡單跟他講這樣就好了 對不對 我是不知道這回事 但是是我爸跟我講的 羅智仙大概可能大我大概十幾歲左右吧 我個人的猜測是如此 所以我個人 我在小時候 應該也沒有看過羅智仙 就在公園路 不過那巷子不知道是幾項 我是有點忘記了 不過那不重要 我們回到今天的 要跟你談的這個內容 投資朋友 這不重要 好不好 沒什麼對不對 你所有避開的 你不用感謝我 你自己看 不是外資打給我叫我要避開 不是喔 對不對 GIS 我說上個禮拜五嘛 我上個禮拜五人在台南 王柏 賴我 跟我說 人家在推薦GIS 你看真的是 夭壽喔 對不對 真的很夭壽 上禮拜五到今天多少錢了 投資朋友 上禮拜五還幾乎收在相對高點 你看多少 多夭壽啊 上禮拜五最高是123元 今天收盤剩下101元 跌了22塊錢 對不對 3189的景碩根本不用講 其實我講過很多遍了 如果你還不願意認賠 我說真的你就不要看我節目了 我從去年 去年還前年就開始講 八十幾塊 那個時候 李市長在推薦景碩的時候 對不對 李市長 我不好意思 不要講什麼李市長啊 機械工會還什麼工會 我不能講出來啊 大力推薦景碩說他們 他們壽險買了很多 結果我翻開今年的 景碩的10大股東名單 他壽險 糟糕沒判 沒判定啊 也不能這樣講 說不定剩下在10大以外 對不對 都被誰買走了 都被男生買走了 男生對景碩 情有途中 反正報來賠嘛 你不相信也沒辦法 對不對 5264的凱勝投資朋友 今天持續的破底當中 我都跟你提醒過了 但是那不重要 今天什麼股票不跌 今天能不跌的股票少之又少啊 1201的 位權沒有跌 對不對 3034的聯酉沒有跌 今天沒有跌的股票 真的是屈指可數 你說你的指頭 152 139 當然沒有那麼多啦 對不對 我是用比較誇張的一個舉例方法 但是呢 事實上我們先前就跟你提示過了 這東西就算了 對不對 給大家看這個 投資朋友 我說真的 我很建議投資朋友在看 股票 在看新聞的時候 真的要有 洞察的一個能力 不是說只看了新聞 這個新聞發在3月22日 他告訴你 核大連續10年獲利成長 EPS4.85元 但是我卻告訴你 其實他在 這個新聞出來的前一天 他公告他說了 他的現金股利 從3.75變剩3.5 你都不去注意到 原來來了 他的冬天到了 對不對 春天怎麼會這麼寒 這麼寒 對不對 就就就就 就來了 投資朋友來了 來了 春天怎麼會這麼寒 這個不太好唸 春天哪會這麼冷啊 投資朋友 他的春天真的很冷 第一季獲利年減3成 年減3成 事實上營收裡面 好像看起來沒有那麼誇張 可是不知道 他說重要客戶 punch的庫存水位過高 停止下單 以及電動車特斯拉 電動大廠 特斯拉減少拉貨 第二季呢 他說預期第二季會比較好 我怎麼會知道 我鬼才知道 對不對 但是我說真的都跟你講 他EPS的多少 0.75元 你看嘛 粉一筆高到爆炸了 我記得我那時候在跟大家講 我說奇怪 茂蓮在漲 為什麼核大不漲 原來如此啊 但是你知道 你如果當初3月22日 你有看到我們提醒的 我的粉絲頁 請你記得要去加 好不好 我會現在比較多時間 花在粉絲頁身上 而比較少花在 賴生活圈 因為那個未來 我們可能就不要用了 對不對 那我這樣跟你講 你看得懂 對不對 你希望你看得懂 對不對 希望你看得懂 當然 事隔了兩個月之後 3月22日到5月8日出來了 核大第一季的獲利年減三成 原來是冬天到了 春天哪會這麼冷啊 對不對 春天哪會這麼冷啊 這很難黏 洪宗宏唱的歌啊 大家知不知道 洪宗宏其實 在我小時候 國小時候 那時候非常非常的紅 他娶了好幾個老婆 我的印象是這個樣子 他長得帥帥的這樣子 娶了好幾個老婆 老婆一任二任三任 光離婚可能 財產都給老婆很多了 這不重要 這不是我們研究的重點 好不好 核大工業對不對 投資朋友 今天也有這個 女的分析師 我也不認識他 對不對 他今天呢 調降核大的 目標價 從106調到85元 投資朋友 你如果早點認識我 你還需要在昨天才調降嗎 我早就告訴你 這個東西有鬼啊 對不對 有鬼 有鬼 投資朋友 真的是有鬼 你去看看同樣時間之內 茂蓮從179來到223 今天還有210幾塊 核大呢 124跌到剩95.2 收盤不知道剩多少 這個是盤中印的 哇 收盤剩93.8 天啊 不是我在跟你講什麼 對不對 我只是盡我的 感覺 我的想法 對不對 我不是內線消息 我跟大家講 原來冬天到了 對不對 那你說你講廣龍幹嘛 昨天另外一家公告 第一季財報叫廣龍 投資朋友 廣龍是什麼公司 他在做千酸電池的啊 他在越南啊 在做機車的啟停電池啊 對不對 在做什麼 不斷電系統的 你也知道 我也知道 每個人都知道啊 有人就問我 你每一季的 季報分析 必提廣龍 其實我每季都幫他解釋廣龍 跟另外一家孫星 我說這兩家公司算是 比較好的 15字頭公司 其他我都不看了 你說什麼 有人說大益不錯 我說真的 我不用去看大益 這個 我說真的 我覺得大益 這幾年的獲利 一直在衰退當中 對不對 所以我沒有在看大益 我沒有在看大益 大益去年4.19啊 看一下 對不對 看起來狀況 狀況都沒有以前 以前一季可以賺到 1.8 1.6 現在一季只賺到 0.5 0.9 而已 這個都不用看了 對不對 最近 投信在炒這個 東洋 我覺得這 東洋 只是比大益好一點 但是呢 事實上 獲利都衰退 那都不用看了 我都沒有在看 給你們看就好了 好不好 那不重要 都給你們看 都不重要 廣龍公告的財報 第一季賺了3.14元 對不對 叫去年 怎麼他說 毛利率呢 比去年增加 對不對 還有新台幣 匯兌收益 然後 這個昨天呢 也公告4月營收 雖然說月減11點 拔蛋年間 3.4 但是前四個月營收 跟去年東西持平 但是重點是 他的獲利上來了 這個一年 可以賺十幾塊錢的公司 好不好 對不對 那我們是跟大家講的 我去抓出來 我去年的 第二季的記憶報分析裡面 我怎麼跟你講廣龍的 投資朋友 對不對 下半年 通常是UPS 電池需要叫做續結 對不對 預期訂單量能樂觀 越南當地電信標案 以及汽車企業電池 持續銷售 整體來看 由於全球經濟樂觀 投資案較多 有利電池銷售 不要忘記了 全球經濟在下半年就不樂觀了 對不對 由於廣龍在越南 有重要的機車用電池大客戶 預期第四季會達到 單月交貨量達到 10萬顆大關 再創新里程碑 法人認為 對廣龍業績注意可觀 近五年配期率 近八成 至於6%以上 我可以給你看了 對不對 穩健獲利又會填息 投資朋友 我不是叫你現在去買廣龍 你現在去買廣龍 你真的是 真的是比較誇張一點 投資朋友 就這樣上去啦 對不對 去年第二季 應該在這裡吧 8月中這裡吧 還跌到137.5 對不對 甚至我已經不是第一次跟你講了 我講了好幾次的廣龍 好不好 我講了好幾次的廣龍 上一季我還是再三跟你提到 這個已經是長期持股 可以報勞的 對不對 廣龍跟升星 廣龍配10塊現金 升星配11塊現金 殖利率都超過5%以上 其他就不用看了 好不好 其他就不用看了 對不對 對不對 2018年廣龍賺的12.03 升星賺的15.26 其他就不用看了 這樣你聽得懂吧 投資朋友 吉他你就不用看 升星也是怎麼樣 升星這家公司 他也不會有受到什麼 貿易戰的影響 這個有空再跟大家解釋 好不好 廣龍根本不用講 他設的地方 就是在 越南 投資朋友 我記得今年年初跟大家講 這檔股票 對不對 叫做1477 1477 對不對 那時候股價17 17級16級 你覺得大家覺得很好笑 怎麼推薦這種股票 結果後來郭董也在我後面推薦 他說這個公司不錯 對不對 他說在越南設廠的公司 對不對 未來會大發展 郭董講的不是我講的嘛 好不好 對不對 這我們不多講了 好不好 再回到我們今天買進的股票統一 其實昨天就跟大家講過 對不對 其實統一啊 在 兩三年前吧 我忘記是二還三年前 那時候我們建議會買在55塊錢 我還親自的去聽法說會 因為當時是什麼情況你知道嗎 我們當時 應該在50多塊錢的時候先切入統一了 結果統一忽然宣布啊 他要把 中國的星巴克賣回給 星巴克總部 結果開始連我自己的朋友 我自己朋友是 某週刊的這個顧問 也兼竹筆 寫了一大篇 這邊幹給我統一 然後還跟我說我看法是錯了 叫我要更正 然後我說真的 我看法怎麼錯 我請問你 我已經講過了 如果 對不對 假設啊 人家跟你說 沒有沒有沒有 分手好了 我一次拿20年的 我上次15還是20年的分手背給你 每年半 你可以幫你賺多少 我這一次一次付給你 你說你要不要 如果是我 我是一定要的 對不對 因為我攤財 當時股價多少 50到55 對不對 經過兩三年的配息之後 事實上 在我們 原先在今年出場的時候 我若沒有記錯 今年在這裡出場的 事實上我們今年大概在這裡出場 上面有出場過 真正全部出場應該在這裡 我記得在這裡吧 7576這裡 對不對 兩年的配息啊 你把它加進去回來看 兩年了啊 去年配到5塊5嘛 對不對 對去年配到5塊5 然後呢 前一年配到多少 2.1元 配了大概7塊 7塊6的股息了 對不對 你已經等於是50塊買 80 將近90塊出了 甚至如果出了更高 我們第一次調節到80幾塊那個時候 我們要更高 那不要講了 對不對 這一次我們把它買回來 原因叫做避險需求 有人說 快樂快計師 你避險怎麼不去買 這00677 UR 你買VIX就好了 我認為VIX 這沒什麼好避險的 這給你做就好了 好不好 這個要做去做套利 不要去做避險 對不對 我避險買的股票 反而叫做 1216的統一 事實上我在我們的粉絲頁 寫到另外一檔 叫做衛權 我說真的 統一衛權 你要是好好去 留意啊 就像我之前講過的 我們去年 曾經在股市現場講過 對不對 我會員的一張持股 叫做南保 你人在窮 你還是要穿鞋子 南保做什麼 做鞋交的 難道鞋子不用 不用交就可以黏嗎 自動就黏上去了嗎 投資朋友 不可能嘛 你看到對不對 鞋子一定要交 不管鞋底是什麼材質 你看這些做鞋底的 做鞋底的正月 你都敢買啊 做鞋底的什麼債生 你都敢買 你不敢買 4766 說真的 你賺不到這個錢是活該 我只能這樣跟你講 你賺不到這個錢是活該 我跟大家講過 這種民生必需品 你再窮你要買 除非你是非洲人不穿鞋 那鈴鐺別論 對不對 現在一樣了 同意一樣了 我這樣跟大家講好了 好不好 這個內容寫了一堆 害我今天還要整理 我本來昨天就已經寫好了 朋友朋友 我要上股市現場 我昨天內容寫好 可是昨天 昨天 應該前天我就寫好了 可是 他昨天晚上公佈財報 今天新聞寫了一大堆啊 害我只能夠重寫這一段 好不好 我先幫大家念一下 統一上季的稅後盡利 52.76億元 對不對 年增23% EPS 0.93 不管是稅後盡利 EPS跟毛鯉魚 都創造歷年同期新高 持有統一中控 70.5% 統一超越45% 我之前有跟大家講過 賣星巴克那一次 我有去法說會 我有史以來 也就去過這麼一次 統一的法說會 地點在哪裡 在W Hotel 咖啡蠻好喝的 咖啡蠻好喝的 真的 當天也是 坐無需席啊 對不對 他 不過場地夠大 每個人都有位置坐 並不是因為我早一點去就 就有位置 別人晚一點去就沒位置 他 每個人都有位置 他位置真的很大 羅志堅 董事長親自出席的 他真的口才很好 我只能跟大家這樣講 好不好 那我們跟大家看 統一中控第一季的稅後存益 3.8億元人民幣 年增48% 統一超Q1 稅後存益29.1億 然後呢 年增44.6% 我記得當時 那兩三年前了 他說啊 方便面市場 他們要逐遍退出 就隔天新聞就寫得很大 寫了一部他好像不做 泡麵那種感覺 其實不是 他是往高階去進攻 他在中國有一個高階品牌叫什麼 叫湯達人 湯達人啊 不是這個 不是不是什麼 不是不是 就也是泡麵啦 叫湯達人 湯達人是高階品牌 他往那邊去進攻 反正那種便宜的 到中國那種泡麵 到有便宜到 那種人民幣2塊3塊就有了 對不對 我上 我記得兩年前去 去南京的時候 人民幣2塊3塊就有 康師傅了 對 那他去供什麼 供湯達人的泡麵 那個 平均單價 ASP是比較高一點 好不好 去年本業獲利270億 創新高 毛利率33.7% 也創新高 對不對 董事長 羅智仙表示說 統一的股價 離百元他有一段距離 去年的董事會講的 但就曲線上來看 是朝這趨勢發展 去年最高點 不就在他講話的時候嗎 你去看一看嘛 對不對 他的股東會在這裡嘛 最高點多少 最高點83.8% 今年 眼看兩三個禮拜後 又股東會了 兩三個月之後又股東會了 對不對 你要不要先預言 我不知道 不過呢 這種就是跟 美中貿易戰 關係不大的公司 好不好 再來 上次沒時間講 這次終於有時間講了 反正股價也跌回來了 他叫大成鋼 對不對 我上次沒時間講 上次股價拉上去就算了 這家公司呢 我們剛剛給大家定義 你看 統一叫中國內需 對不對 大成鋼是什麼 美國內需 我們要定義了 大成鋼 現金股力 配發3塊錢 對不對 週五說玩家計算 直率6.8% 那上禮拜五說玩家 現在看的話 應該也是差不多 進可攻退可守 美中貿易戰 萬一升溫 大成鋼 是美國最大的不鏽鋼通路商 只會更好 不會更壞 因為中國大陸想要去傾銷到 美國的 就沒有這個意思 就沒有這個意思 對不對 其實不管大成鋼 或另外一檔 大國鋼 我認為這個長線來看的話 都是OK的股票 大國鋼的獲利 其實也不錯啦 沒有到大成鋼那麼好 但是怎麼樣 都算是長線以來 我想自己不錯 但是 你買母公司就好 就跟我們家講的 有人問 那要不要買2912統一超 我說真的 統一超我會覺得 本益比真的是高了一點 對不對 統一超全家 這本益比真的很高 我無法判斷 好不好 你還不如就直接去買 他的控股公司 叫做 1216的統一 對不對 我想 這是我的看法 不代表真的是 不代表說一定是對的 再來今天這兩股股票也跌 為什麼 它反映這個 4月份不好 對不對 4月份 因為說泰國撥水節 他這樣講的 但是他說第二季也會保守看待 把第一季的EPS1.3給沖掉了 其實我覺得這公司也老實 今天是5月9日 如果是我是什麼做 你知道嗎 我5月8日公告1.43 明天再公告我的營收不好 他一起公告啊 你就看你事實上怎麼反應嘛 那我跟大家講 其實我們當初建議會員買進 4927的原因是什麼 我不是要做他的價差什麼 因為他配2.56元的現金 所以50元以下 值得超過5%以上 這就符合我的 存股群組 買進的主要的原因了 當然中間有一大堆人在那邊 洗來洗去我沒有意見 我只要有賺錢就好了 好不好 你去洗啊 你去洗啊 對不對 我祝你們真的發大財好不好 祝大家真的發大財 那今天他就反映後面這一段 對不對 那我跟大家講 漲跌是一個氣氛的問題 你看先前 這家公司我不想多講什麼了 公佈的財報那麼差 對不對 公佈完漲停板 現在還給我公道了吧 我是沒有去放空聯亞 對不對 我是沒有去放空聯亞 我是有跟大家講 這讓我看起來是可以放空 叫聯軍啊 我公開告訴你了 對不對 我們沒有去放空聯亞 倒是跟你講聯軍 籌碼上面有點問題 為什麼 叫籌碼有問題 法人在賣 除此之外 融券一直賺錢 我告訴你 融券一直賺錢 這就是有鬼了 你知道嗎 為什麼我這樣講 通常融券是散戶在用的東西 但是融券一直賺錢 代表是 有大腳的落於榜坑 對不對 有大腳的落於榜坑 你看這個就沒有這樣子啊 這個景碩就沒有出現這種情況 景碩你看這邊一路下跌的時候 融券是一路在回股的 這就沒有籌碼面出現的問題 可是這個你看 股價一路跌 融券是一路的增加 這是怎麼一回事 對不對 另外還有包括我今天跟大家講 我最新看到的是大桶 大桶今天破線 我 簡單跟你報告到這邊就好了 好不好 你不信就算了 其實 這種盤是有些破線 對不對 有些股票你該避險的 你還是要去避險 人家已經全部做完 拍屁股就走了 股票 你可能還是要去避險 對不對 但是呢 這種跌勢當中 我也跟大家講 今天其實 今天股票跌都沒什麼 好不好 今天371不是也跌嗎 對不對 都跌都跌那沒什麼 重點是接下來什麼股票會漲 要能夠怎麼樣 從這種爛的盤勢 從最壞的時刻 能夠 脫穎而出的股票 對不對 你不能每次都期待類似 像這種股票 燦躺 你看今天大盤跌這樣 他才跌3塊5 也是也算蠻厲害的 也算蠻厲害 不過跌幅跟 大盤還重了一點點 不過他漲那麼多了 有沒有類似這種股票 我告訴你有的 事實上今天除了 統一之外 對不對 除了統一之外 我今天還做了一個動作 穩帽有賺錢沒走 這一次呢 出場的時候沒賺沒賠 200元買 200元賣 有點可惜 不過 長線我還是認為穩帽會不錯 那是以後再說了 對不對 但是我們把股票轉進另外一檔 請特別會員去買的股票 你不要以為只有郭董才是總統牌 你不要以為只有郭董才是總統牌 其實市場上還有另外一檔股票叫總統牌 我去買那一檔 尾盤才買的 你說老師怎麼一到尾盤才買 因為盤中在看NBA 不好意思 後面那真的是很精彩 你知道嗎 第四節超級精彩的 對不對 第四節超級精彩 你看到這個 尤其是最後那幾分鐘 那最後在 應該不到一分鐘的時候 哇 你看到那個 大家把這個 大家把柯里給全部卡住了 把柯里全部卡住了 居然要逼著湯普城帶球 就湯普城竟然還有辦法把球帶到半場 我以為湯普城不會運球的 結果帶到半場之後 運氣不錯還跑到籃下去得分了 火箭就被棄走了 對不對 雪倫眼就幹班了 大家知道雪倫眼嘛 現在眼睛不會紅 那紅紅不知道畫真的還畫假的 還那麼準 對不對 看完之後 這個 我就發現到 總統牌要動了 好不好 對不對 你說 你這樣講胡說八道 我告訴你 買是有理由的啦 當然總統牌是我的理由而已 不是只有 紅海或紅海集合總統牌 那一家也叫總統牌 人家也有推的人要出來選總統 不是倫菲啦 不要想太多 不是倫菲啦 我不可能買這種股票 我買的股票一定有量有價 對不對 很少會買那種低於一百張的股票 你說二塊錢是 南保剩兩百多張 我買的時候張數那麼多 拜託 我買的時候你自己看清楚好不好 對不對 本人買進南保的時候 南保成交量四千多張 是現在這量縮下來了 但是你要賣也是隨便賣都可以的啦 對不對 我們 點到為止不多講什麼 再講完你就知道是哪一檔 好不好 不多講 好不好 再來我希望投資朋友真的 大盤越跌越好 對不對 最壞的時刻 才有好公司可以買 你能想像得到嗎 前一陣子最紅的股票叫泰塑 我記得我去年11月12月在幫非凡寫商業週刊的時候 我在找泰塑的基本面資料 泰塑這家公司 你知道嗎 在金融海嘯的時候 股價剩個位數 最近 又掉下來了 沒有錯 你去看一看 金融海嘯的時候股價是個位數 你不用說金融海嘯 去年的7-8月份才18.2元 金融海嘯的時候股價剩個位數 我記得那時候新聞是這樣寫的 我看到早上的新聞 沒有 不是泰塑 是泰塑嗎 反正有一家公司金融海嘯是個位數 對不對 你看到其實 漲得真的是相當的 相當的一個誇張 對不對 那不重要 反正 對不對 就是這樣子 這很誇張的 只有這種時刻 你才有辦法撿到最便宜的股票 如果你想要成為贏家 我希望你 板塊把握這個機會 來跟著我們一起操作 我想 這個行情真的沒有那麼好操作 真的 對不對 我會建議大家多空均衡 有些公司 籌碼面上出問題 我提早告訴你 對不對 基本面上出問題 你可以看到 我們已經事先幫你看到了1536的核大 今天很多人 在跟我恭喜說 快信師你怎麼那麼早看對核大 不好意思啦 對不對 我就剛好看到嘛 你公司獲利創新高 為什麼股力變少了 沒想到 人家春天來了 你冬天才剛到 那要怎麼辦 對不對 這就是一個 能夠看到未來的分析師 才有辦法幫你賺到大錢 我也希望同學 想要成為贏家的機會來了 尤其現在 對不對 最壞的時刻 讓你有最好的選擇 祝大家超順利 過分析 我們下一個 再次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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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